新船商场合理台率领公所团队 四年当中是以行政规划来布华未来的市政作为 除了会继续向中央争取地方建设也会交商 让企业家到新船新建观光饭店造就地方的就业机会 而公所也会开创新的社会福利照顾地方 来开创幸福的慢泊城市 新船商场合理台在108年10月25号创业之后 就积极的向中央 华丽县政府立法委员先言争取经费来布华新城 四年当中争取了18亿来开创新城重大建设 同时也开创新城乡13项社会福利有感政策 相当合理台表示 相当感谢乡亲在四年前让他担任乡长 而这次也获得乡亲的支持继续连任 他会以回馈乡亲的心境来为乡亲做事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重新再出发 过去的四年当中 现象在各项的建设 各项的社福在各位议员代表 村长以及各位议员领袖 各位乡亲家人们的支持之下 各项的事务 均在各位的协助肯定之下 都能够来完成 要表达谢意 未来的四年当中 包括近年一年 我们公所对于未来 多有很好的一个行政的规划 不管在建设的珍惜 在社会福利的这个推动 以及各项观光产业的一个珍惜 都已经规划好了 要恭喜我们新城乡所有的乡亲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我们由于公所团队的努力 以及各界的一个支持 乡亲大家共同 让所有我们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财团 看见我们新城乡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将投资 我的统计是180亿 在我们新城乡 包括观光产业 我们五家饭店 三家五星期的进住 两家我们休闲农场等等 未来对于我们公所 所有的一个税收也好 以及就业的机会 可以说大大的一个提升 不管是观光产业部分方面 我们在整个规划 整个各村都要来均衡发展 对各项社会的福利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我们只有争没有钱 我想这些事情 这些事物 除了公所团队 要努力全力以赴以外 也要谢谢 也要拜托 我们在座前提的各级的民意代表 各社团的负责人 以及新银乡 所有我们的家人们 大家共同来努力 现在现在和一台 担任郭新城 下面代表会主席 现在乡长 先议员 智力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 这次回国担任乡长 再次连任 心中有相当多的愿景 将会一一实现 未来也会持续向中央 跨年线政府 立法委员 先议员这些军费 共同来打造快乐 幸福的忙碌城市 记得九龙银 谢谢大家 看不出了 我们下期再见